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Redis中的列表类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往下看 看一下我们剩下的两个 我们的集合类型 那在Redis中呢 我们的集合类型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我们的无序集合 一种呢就是有序集合 那首先呢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无序集合 那我们Redis中的这个无序集合呢 那其实是我们这个 字符串类型的一个无序集合 那这个无序集合最多可以包含 同样也是2的32次方减一个元素 那它内部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哈希表来实现的 所以说这个添加 包括删除查找元素 这个复杂度呢都是一样的 那哈希表呢也会随着我们添加或者删除的 元素的个数自动来进行一个调整大小 但是在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哈希表在调整大小的时候呢需要同步 这样呢就会阻塞我们其他的一个读写操作 那可能呢在不久之后呢也会改用 像我们这个 像我们的这个有序集合中的这种 像sorted sense中使用了这种的跳表的形式 就是我们的scape list 来实现这样的效果 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跳表 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有序结合中已经使用了 那关于我们这个集合类型呢 我们除了基本的一个添加删除元素之后 它还有一些好的功能 好的一些操作 像我们可以实现这种交集啊 并集啊 插集啊 这样的一些操作 那这些操作呢在实际应用中也比较常用 那有了这些操作之后呢 就像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 像我们要做一个sns 它里边的好友推荐呢 就会使用到我们这种集合类型 包括像我们这个sort的博客系统 你看到每篇文章下面的一个标签 我们也可以通过集合类型来实现 好 那说了这么多之后 首先来看一下 在集合中常用的一些命令 好 集合类型 我们的sort 是一个无序集合 无序集合 之后呢 还有我们的zset 这样的有序集合 其实就是排过序的一个集合 一样的 那首先呢 像集合中我们可以来添加 包括删除元素 那添加元素呢 可以通过s add添加 向集合中添加元素 那它的语法呢 来看一下s add p 接着可以一次添加一个 也可以一次添加多个元素 这样的形式 那你可以看一下 当我们添加成功的时候 这时候呢 会返回我们这个集合中的元素的数量 那接着 如果这个key不存在 首先呢 就会先创建这样一个集合 并且呢 把我们这个元素添加到我们的集合中 可以来试验一下 s add一下 写成一个test set in 这样的一个集合 先看一下是否存在 exis test set in 不存在 接着添加几个元素 我们就可以添加 假如说我们来一个 web吧 添加一下我们的网站 像miseedu.com 这是一次添加一个 第一次集合不存在 你看到 会先创建一个集合 接着呢 再把这个元素添加到我们的集合中 成功的话 返回添加元素的个数 接着再往下 你说我们再来添加一个 看一下集合中的元素是否可以重复 你看成功了吗 是不是没有成功啊 添加重复的元素之后 是不是返回这是一个零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一次添加多个 s add一下 web 写上一个 假如我的个人博客 peerbfamily.org 或者呢 再来一个像 京东.com 一次添加了两个 那这两个呢 也是不重复的 没问题 有两个元素 被添加进去了 那接着你再看 如果我们一次添加多个的时候 这里边有重复的 是所有的都不成功 还是只会把我们的 不重复的添加进去 那重复的就给它忽略掉 我们再来写 假如说再来一个淘宝 .com 再来一个 好 就来这两个就可以 看一下 是添加进去一个 还是添加进去 多个 是不是只添加进去一个呀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先用一下命令 smembers 看一下这里边 集合中有多少个元素了 是不是只把 不重复的添加进去了 对 把不重复的添加进去 没问题 这个命令呢 一会儿我们就说到了 那既然说到这个smembers 我们就先把它写到这 第二个 smembers 其实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到了 它是干嘛的 是不是返回 我们指定集合中的成员呀 返回指定 集合中的元素 那它的语法呢 刚才已经看到了 比较简单 smembers 加上现在的key 就可以得到这个集合中的 所有成员 那如果集合不存在呢 就返回一个空的集合 可以看一下 直接写smembers 写成一个web 把它一复制 好 smembers me member 啊 这写错了 me mbs me mbs s smembers mbs 好 你看到 这是我们集合中的成员 接着你再来一个不存在的web123 是不是返回一个空的集合呀 这样的想是比较简单 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判断某个元素 是否在我们的集合中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通过谁呀 s as member s as member 你看到我们redis中的这些命令啊 都是比较语义化的 s 集合 set的缩写 as 是否 是集合中的成员 member 那接着呢 他在作用就是检测 值啊 检测 value 是否 是集合中的成员 那是的话 返回的是 1 那如果不是 或者说这个key要不存在的话 返回的就是一个0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他的语法 直接 as is member 加上一个 key 接着哪个值呢 我们再写成这个 值就可以 value 这样的形式 这是我们这个啊 语法 或者写member 也可以成员嘛 mem 一样 好 那接着来看一下 as members as as is member 检测一下 web中 是否有我们的 mysedu .com 看一下这个网站 是否在我们这个web这个集合里 如果是的话 返回的是1 那接着再来一个不是的 你看到返回的是一个0 如果说这个集合不存在 它返回的也是0 比较简单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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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member 那接着再往下 可以添加元素 我们也可以来删除元素 那想删除集合中的元素呢 我们可以通过 sremu sremu的缩写 它是移除集合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成员 在删除集合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成员 它的语法呢 这样 as remu 接着key 加上想删除哪个成员 把你的成员放到这 可以一次删除一个 也可以一次删除多个 这样的形式 那删除成功呢 同样的也是返回 你看一下 sremu 假如说我们删除一下 web中的这个淘宝或者京东.com 这是一次删除一个 好 你看删除了几个呀 是不是返回了 一 删除成功 返回一 接着你再来删除一个 是不是已经删掉了 这里边没有了 它返回的是零 你可以看一下 刚才还有呢 asmembers 加上web 是不是这个京东.com 已经被删掉了 那如果说不存在的这个 不存在的这个元素 你再删除的时候 它返回的零 这样的形式就会被忽略掉 被忽略掉 好 那接着你看一下 再来一次删除多个 sremu web把淘宝删掉 接着再把这个 pp family.org删掉 那现在删除几个 它返回应该是两个 一次删除了两个元素 接着你再来删除 就没有 没有啊 删除成功 返回的是 删除元素的个数 那删除 你再删除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 返回的是一个零 同样的你再写上一个 mysedu.com 那这里边前两个 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这个mysedu是有的 接着你再挥车 有一个被删除 这样的形式啊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好 那接着这是我们通过 srem来删除一个元素 可以 同样的我们还可以 删除并返回 集合中的一个随机元素 就随机删除掉 我们集合中的一个元素 它会返回这个元素的这个值 如果说你只想随机返回 但不把这个元素删掉的话 我们可以一会通过下一个命令 srandmember来实现 那首先呢 我们想删除并返回的话 可以通过spop 它的作用就是删除 并返回集合中的随机元素 它的语法呢 比较简单 直接spop一下 加上一个key 那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spop 先来加一些 sad curse 写成一个peerp java iOS Android 包括c c++ oc 一次添加这么多个课程 像集合中 好 接着你看一下 smembers curse 是不是一共有七个可能呀 那现在我想随机返回一个 直接来写 spop 加上curse 好 接着你看到 返回的加往每次是不是不一样呀 但是你看好了 它是返回之后这三个元素就被删掉了 刚才有七个 接着你再smember一下 这时候 这时候是不是只剩下了四个了 对 这叫返回并删除我们的元素 好 那接着如果你要是不想删除的话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下一个 通过我们的srundmember 接着来看一下 srundmember呢 就是直接返回 srundmember 它就是返回 它就是返回 随机 返回 集合中的元素 它是不删除 那这个呢 首先需要注意啊 它的语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 srundmember 接着呢 你可以跟上我们的key 再加上 你可以给上一个 quant 来试验一下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srundmember 加上我们的curse 你看你只给一个key的时候 它是不是每次随机的返回一个呀 对吧 那接着你说要返回 两个 知道这个quant的作用了吧 对吧 那返回的是不是这样一个集合呀 包含了你的随机元素 你返回几个 返回几个 那这个quant呢 它的值一共有这几种 这几种形式 注意一下 首先quant如果为正数 为正数 那就代表着啊 而且这个正数呢 还小于我们集合中的 这个集合的元素数 那这时候 它就会返回一个包含我们指定quant各的一个元素的一个数数 而且呢我们数数中的元素是不相同的 这一点需要注意 但是如果我们的quant的这个 你给的这个数字要大于了我们这个集合里边的元素个数 那将返回我们整个集合啊 这一点需要注意啊 为正数 而且小于集合中的元素 那这时候 返回的是一个包含随机元素的集合数组 那如果啊 那如果啊 我们这个命令呢将返回一个数组 那数组中的元素可能会重复出现多次 而且呢 我们这个数组的长度就是我们这个quant的绝对值 对它取绝对值个这样的一个个数 会返回一个数组 数组中 数组中的成员 成员可能出现重复 数组的长度 是quant取绝对值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这个操作呢 就我们的srandmember 它和我们的spop的区别就是 它只返回 但是不删除 这一点需要知道 那如果呢 你要是只给了我们刚才一个key的话 是不是只返回一个元素啊 对吧 如果集合要是一个空的话 它返回的是一个new 好 那接着来看一下这几种情况 刚才写过了一种srandmemberkey 只会返回这一个元素 写成一个curse 接着你想多返回几个元素 会返回这样一个数组 假如说你写成这样的 像是srandmembercurse 你想返回两个 这个没问题 那如果说你要写的这个数字的长度 大于了我们集合中元素的个数 这时候会返回整个集合 你要写成一个50 我们总共就五个元素不到 好像四个元素吧 对你写一个50 会返回整个集合中的元素 这样的一个数组 那如果给负数的话 你来看 写成一个-2 那我们-3吧 -2因为我们集合中比较少元素 它可能会出现重复的 我们再添加一下 把刚才这一块再添加进去 这样看着不明显 好那接着你再来之前 刚才的 你看iOS两次是不是一样 对吧 首先返回数组的长度是 Count取决的值 第二个返回的元素 可能出现我们的重复 比较简单 那接着大家先把这前六个命令 自己来试验一下 那一会儿 我们下节课再把剩下的几个命令 说完就可以 好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